哎呀累死了 看你走个楼梯都那么喘 三楼啊 三楼啊 你拿个手机开心 那么喘 这个多少重啊 都是我跟妈妈俩搬的 大多数都是我搬的 你不搬不知道 不搬不知道 哎呀妈妈多好呀 已经10点多了 还在等我们回来 你看还在帮着小白两个人 一起拎东西回来呢 这已经搬了一部分东西回来了 还有吗 妈妈 你不要等我们两个人 你就先睡好了 还你们一起搬 我一个人多好几次一样的 我帮你们一起搬 你帮我帮你睡觉 还有了 拿一下啊 是蛮累的啊 妈妈 这个都是好心 铁粉阿姨给我们的东西啊 哎呀你们好意思呢 拿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猫都打扰他睡觉了 吓死了 出去啦 阿咪 妈妈 这个是阿姨给我们的额农费啊 这家柜子很好的 这家柜子很好的 你们很好意思说的 拿了那么多东西 好意思吗 我们现在两个脸皮厚的 哈哈哈 你们两个人脸皮真的厚 真的吗 不是说你们 这个是要慢慢的锻炼出来的 拿了那么多东西 你们好意思吗 这个是阿姨的以前的外孙的轿车上用的安全座椅 好了 阿姨好吗 真的好 你对着镜头感谢一下七托阿姨 阿姨 七托阿姨谢谢啊 拿了那么多东西 啊 新的四件套 这六件套还是八件套 小贝 这是鞋子呢 你们出去的时候吃回来的 就是我在苏州买的嘛 看看穿一看穿 我的尺码没有 尺码没有就它从仓库直接发货 这小型子吗好看的 好看吗 好看 就半久那天穿 你穿 试试看 试试看 我来试 这几个椅子新买的 哟 啊 买几个椅子干嘛呢 妈妈 那 那个到时候吃吃酒那天吗 人都呀 啊就来家里的吧 哎 哎家里没凳子坐 是买的 哦 这都想到了 那我们买好了 叫爸爸买干嘛了 你来不了你妈了 这张鞋子可以吧 样子 妈妈感觉可以吧 真的好 我都穿红袜子 红袜子留着那天穿吗 看看 不便宜吧这张鞋子 呃799还可以 799还可以 便宜上次 帮我买他那件衣服 还可以 要便宜 嗯 这个是小孩的牧虫啊 石墓的 妈妈现在这个放哪里去 先放这里啊 放到三楼去 放三楼啊 放到三楼那个南面 南面的房间啊 这两天还有没有快递了 我们的照片怎么还没寄来 结婚照寄来了不了 在二楼呀 也寄来了 也寄来了 那上去看一看 上去看看 好的上去看看 你们搬 我这话拿上去 你指拿吧 当你聊 哎呦累死了 看你走个楼梯都那么喘 三楼啊 三楼啊 你拿个手机开心 那么喘 这个多少重啊 都是我和妈妈两个人搬的 大多数都是我搬的 你不搬不知道 不搬不知道啊 放南面的房间了 自然这个房间啊 像个储藏室一样的 搬呀 妈妈 放心啊 这房间那么好 跟你说成储藏室 这个不就是储藏室吗 靠在这里靠一靠 靠在这里 可以吧 挺好的 就别的东西就不拿上来了 就是一个是床 一个是 安全座椅 怎么办 平安不静 嗯可以 不照你自己忙呀 蛮好蛮好 好走吧 以后 月月如果晚上打呼噜打得太厉害 我以后就睡在那 这张床上 散了这张床以后就我睡 这床不好吗 这床是我爸妈结婚时候的床 哈哈 妈妈结婚的时候 蛮有年代感了 啊 你睡吗 以后 给你铺一床被子 对吧 那这里空调都有 冷不到你 这个沙发也是我结婚的时候 还有这个沙发 老姑懂了都是 舍不得认 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婚纱罩 啥 看看婚纱罩 这幅是最大的吗 妈妈 最大的 这个是挂在床头的对吧 那么大 看看看看 太大了 哪里大挂上去就不大了 挂上去还不大 真好看 我就挂在这里还不大吗 好漂亮 看看 挂在这里 挂房间去啊 我知道我就这么放一下 这还不大 不大不大 好看 好看 没有这么多小的呢 小的是摆台 摆台翻过来 我看看 也可以是挂在墙上 你可以挂 这个不挂 哦 好看 好看吗 好看 我昨天已经看过了 昨天都看过了 看看 这个是我 单人的 一个人的 这个也是你的 这个小辈 好看 好看 妈妈 我们有没有副迹象 有 有啊 你声音太轻了 好像不认可我嘛 是不是不认可我 好像眼睛拿掉了 好像有点 有一点点 对吧 不像我了 嗯 他眼睛拿掉吧 他有一点点化妆吧 化妆 照片们又处理了一下 没有这个呢 这个是本子 我来 我来 我都看过 你都看过了 爸爸没看到的 爸爸没看了呢 爸爸 肯定没看 看了 肯定看了 多行 这咋行呢 多行 哎呦 真的漂亮 现在这个 这个都不像我嘞 不像你们了 嗯 你也知道你没那么好看了 什么话说的 好看 真的好看 嗯 这张就 这张就 这张像越远 这张好看哦 看一下 这张像越远了 小辈们 哈哈哈哈 就有点不像 小辈 我20出头的时候 卖相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 23岁25岁 卖相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年纪上去了吗 是不行了 好看 你自己什么自己好看 这张你表情不行啊 可以 可以啊 哎呦 这个是红底的 红底的 嗯 这个也好看啊 这外景 外景 外景有点太老了 好看 啊 可以可以 嗯 妈妈你早点睡吧 早点睡 啊 我们也累了 我也要睡了 你们也早点起早睡觉啊 我们等会就洗澡了 你睡吧 妈妈 累死了 休息 今天啊 我是有那么一点点劳累了 那么多东西 从阿姨家里面搬到轿车上面 吃好晚饭 就开回苏州了 在翻来一楼的客厅里面 妈妈也珍视的 那么晚了 让我们早点休息呢 安全座椅 小孩的实木 木床那么重的 还要叫我 去放到三楼的房间里面 好嘞 现在弄得我睡不着呢 怎么睡不着呢 我肚子饿了 肚子饿起来 真的就睡不着 我把月月叫到厨房 给我弄一点夜宵吃吃 就是这个空气炸锅 奇葩也给的 真的是没想到 几个小时以后 就在我们家里派上的用处 两个披萨 一个是培根土豆披萨 还有一个是纯香榴莲披萨 这两个披萨 都是月月在我的主页厨窗里面选的 一人一个 正好用这个空气炸锅 给它烹饪一下 我买了好几个呢 只是选了我要吃的榴莲味 你就吃培根的好了 那说明你也肚子饿了呀 今天你也累了 你是真的烦不是我说 你不吃我会下来给你弄这个吃吗 好了啦 那你肚子里宝宝也饿的呀 宝宝没说饿 明明就是你饿了 大晚上的折腾人 你看看这空呢 锡子也没有啥也没有就放进去了 其实没有可以用吗 正常来说你不是得 铺一层锡子吗 不然他这个 化了之后会留下来的 这个高级东西 我还真不会弄 要放油吧 不用 那你快点 我饿了 看 这个是我的了 培根土豆披萨 你先弄我的 我肚子饿了 就弄你的 满满的香味 等会你吃这个 我也想吃这个 看到吃的到就笑了 这个是榴莲味的披萨 这种高级披萨 我真的是以前还从来没有买过 烹饪的方式也不大一样 要么就是放入空气炸锅 要么就是放入小烤箱 空气炸锅里面约5到6分钟即可 小烤箱里面要大概10分钟左右即可 要奶酪化成金黄色即可取出切片石油 好啦 啊 香了 金灿灿的 怎么样 两个披萨还不够 还要拿出来个爆浆子帕 不是帕你不够吃吗 我够了 我前面已经吃了一块了 你这个榴莲披萨已经在里面 爆了 还拿出个爆浆子帕是什么东西 怎么都是高级东西 子帕没吃过吗 没有 一次性把你喂喂饱 两个人啊 大半夜的在厨房里面 搞烹饪美食 看一下这个 爆浆子帕 在油里面 炸个大概5分多钟就可以好了 月月现在是厉害呀 就是这个 又是在我主页储窗里面挑选的 这个月月啊是真的会享福 我是想我们这个披萨夜宵 还有这个瓷趴吃掉了就快点上楼睡觉了 他说吃了一半 凉冷了 还要开个暖风机取取暖 冷了吗 这不不好吃了呀 我睡觉不就热了吗 只好早点上去睡觉 今天不累呀 这个培根土豆比萨还是不错的 不是榴莲味的也好吃 榴莲味我不要 这个味道我吃不消 还有三五种口味呢 在冰箱里 你要吃的话我随时烤给你吃 你天天逛我出窗 还是你厉害 这个脂肪 还是不错的 我吃一个 明天早上给爸爸妈妈 尝尝味道 你起来来弄啊 我起来弄 我起来来 所以太多冷掉了 这个里面是爆浆的对吧 嗯 我这样直接咬一口 好吗 哟 离得近点 好吗 爆浆死吧 嗯 这里再吃 嗯 糯米 里面爆浆 这个还是不错的 嗯 真的不错的 说起立话 这个可以当早饭吃 当点心也可以 嗯 你就像我们现在晚上肚子饿了 吃一下 方便吧 方便 油里面 五分钟 嗯 我们下期再见